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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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大家下午好 好 我是西星音響的鑽石大師 在這邊跟各位問好 那其實在分享產品之前 跟各位講一些小小的故事 其實本來我在愛多美裡面 根本就沒有想要經營 也沒有想要認真使用產品 但是真的被第一個洗面 愛多美洗面乳座感動 那其實當時接觸到的時候 是因為我的親戚的關係 那大家知道嘛 親戚跟你講的話 一定是要捧場 那一瓶洗面乳 價格多少錢 255而已嘛 所以其實當時我就覺得說 沒關係 反正我家裡有洗面乳 我再買一條沒有關係 因為捧場性質 那其實我本身職業是美髮設計師 那像剛剛保明姐幫我介紹 我還有建一些新郎秘書的彩妝部分 那其實當時用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並不覺得說有什麼特別 可是我發現我一洗完 回家一洗完的時候 我馬上把我家裡知名的品牌洗面乳 就送給我的現在的小肉大食 那那一支洗面乳價格大概是1000出頭 就是日本很流行的 很多很多Pittera的洗面乳 那其實用到這個洗面乳 讓我感受到很不一樣的地方是保濕度 還有它的氨基酸 但是我特別講一下這個名詞 大家稍微記一下 它裡面添加了一個叫做Beta蒲聚糖的成分 那這個東西呢針對皮膚非常的好 它會幫助你做到保濕並且鎖水 所以你在洗完的過程中 你並不會覺得有任何的乾的情況發生 但是除非你用很熱的水洗 那就例外 那其實在介紹產品之前呢 我想要跟各位講一個小觀念 其實最近的空氣污染是不是很嚴重 對嗎 那最近又開始要迎接到夏天的部分 那夏天紫外線強 空氣污染又不好 那如果又遇到一些臉上有出油的情況 是不是會吸附一些髒污 那這些髒污呢 經由太陽的曝曬 還有我們的體溫加熱 會不會容易累積成斑點 會對不對 那其實在座各位 就是超過比較熟齡肌膚的 超過40歲50歲以上的時候 應該兩頰會開始出現一點小小黑黑的斑 但是其實這個斑並不是一天所造成 它可能是花個兩三年 甚至一二十年 但是其實第一個想要跟各位分享的產品是防曬霜 那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的環境剛剛講到 空氣污染紫外線 跟一些髒污有毒物質 我們可以藉由防曬霜呢 幫我們做到完全的隔絕 但是其實很多人會反應說 去想我的工作性質好像會長流汗 也會碰觸到水 甚至在廚房工作的每天 三條毛巾擦了擰完 都是一桶水的感覺 那其實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防曬霜它有一點防水的功能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 第一個步驟防曬跟隔離 幫你隔絕SPF50 幫你隔絕紫外線 UVB跟UVA 這邊的話其實就最重要的老化殺手 皮膚的老化最重要是紫外線 那還有隔絕髒污 所以你到回家一整天的時候 你在卸妝過程中 你會發現你健康的皮膚 精油卸妝乳卸妝水 把彩妝跟髒污戴掉之後 看到鏡子發現 哇 原來我這麼漂亮 對不對 有沒有很多伙伴這樣想法 那第二個部分呢 其實有人會說 那BB霜跟AA霜我要怎麼做使用 有沒有有這個疑問 沒有喔 那我就跳下一個囉 好 其實BB霜的話 它是比較呈現自然妝感 那相信大家有用過應該知道 我們BB霜有分色系嗎 沒有對不對 只有一個顏色 為什麼 因為它會自動校正顏色 那同時它也有防曬係數 但是因為剛剛前面講的原因 你並不能在第一道就使用到BB霜 因為它是偏向於彩妝品 它不是防曬隔離 這個的話會直接接觸到皮膚 比較沒有那麼的好 那你想要呈現像是保民姐的完美妝容底妝的話 你可以使用AA霜 那AA霜的話其實 它針對皮膚的效果呢 就是附著力很強 持久力很夠 然後又不會掉妝 但是它一定持久力要強 一定會比較沒那麼透氣一些些 所以我建議 我的會員都會建議 我都會建議我的會員說 它可以局部的做使用 那裡面的保濕因子非常的夠 但是前提是你皮膚保水度要夠 如果你沒有保水度的話 其實並不會有很好的妝容 那最後一個 很多人會把AA霜還有粉餅 那個叫做礦物粉餅嘛對不對 礦物粉餅搞混 這兩個其實比較不一樣 那粉餅的話其實在最後一個步驟 幫你做到定妝 跟讓你減少出油這個狀況 但是我比較我個人在做新娘秘書的時候 我都比較習慣用刷具去刷一下我們的礦物粉餅 再輕輕抖掉一些些 在臉上輕輕做畫圈圈的刷法 那這個方式呢 會幫助臉上多餘的油脂被吸附在礦物粉餅裡面 但是呢你又不會呈現出很厚的粉感 因為有些人不希望說臉上粉感很重嘛對不對 些人都喜歡講求自然 那這款的話就可以這樣運用 那這個同時又有一些防曬的係數 所以你在外面補妝補完的時候 你可以輕輕刷上一層我們的礦物粉餅 它會幫助你有防曬跟定妝的效果 但是這邊我特別要提到 很多人會說外面有粉餅有蜜粉 那礦物粉餅到底是哪一種 它就是介於粉餅跟蜜粉中間 因為粉餅對一般人來講的話 會比較偏厚 在上去的時候會覺得說 不只是比較厚的厚實的感覺 那蜜粉的話有些人會覺得說 顏色好像不足夠 就是薄薄的一層 那個這個等於說它有兩個功效 讓你有妝感又不會太厚 所以大家可以廣泛的使用 那其實在最後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就是口紅的部分 那其實台灣呢口紅的顏色有大概十幾種 我想問各位在座現在今天擦40942號的舉手一下 欸沒有喔 喔402咧 好請放下 剛剛舉的最少超過十個嘛 那你們想要跟其中其他九個人擦一樣的顏色嗎 今天誰想要跟我穿一樣的衣服撞衫的 沒有人想嘛 所以其實我都會分享口紅的時候 我都會說 一個人不會只有擁有一個顏色的口紅 因為你可以做到疊色 有時候我會做到兩支顏色 402搭配409 舉例 再搭配413 可以做到三種顏色的混合 那你想想看我們有十種顏色以上 你就可以有幾個排列組合 所以其實你不會有一天跟別人擦了一模一樣 我就這樣跟我夥伴講 那他們就會每天顏色都不一樣 那你是不是心情也不一樣 像我其實可能香水很多 我每天香水要噴不一樣的味道 可是我香水最多可能就偏兩罐 可是你口紅可以疊三支 所以我覺得這邊很棒 那你只要把這個觀念呢 分享給你的會員 他就會想要來用用看 那自然而然就會重複的消費 就不會只有 all in one 一個409 一個404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因為我們的底妝類 全部都是韓國產 韓國製 直接銷售到台灣這邊 那其實韓國氣候有一個關鍵 它比較偏乾 那其實台灣呢 氣候比較偏潮濕 但是口紅呢 它比較偏向油脂 含量高一點點 所以在座的姐姐妹妹 然後甚至是親手女們 在對於你擦口紅的時候 你可以達到很好的保濕效果 但是我建議在擦口紅之前 你可以先利用一點點的護唇膏 在嘴唇上面做打底 再上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顏色怎麼比較持久 為什麼我喝水不會掉 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像最近很多會員問我說 睫毛膏怎麼使用 其實很坦白跟各位說 就是我自己本身在接新娘秘書的時候 因為很害怕暈染 所以不敢用睫毛膏 所以我們現在都用假睫毛代替 但是愛多美的睫毛膏出來之後呢 我有幾次發現啊 因為新娘結婚的時候 是不是要拜別 就是跟父母 就是拜別父母嘛 那他們是不是都會哭得很慘 我發現他們其實沒有暈開 這是我自己感受到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我建議在使用那個睫毛膏之前啊 你可以在你的下眼睫 鋪上一層薄薄的礦物粉餅 它有做到隔絕的效果 所以你比較不會 紮眼睛的時候 睫毛沾到你的眼皮上 因為真的很髒 看起來不好看 大家可以試試看 那彩妝介紹完之後呢 前幾天我在跟我的專櫃小姐的朋友在聊天 我說你們都怎麼在分享彩妝的 他們說我都給客人一個觀念 就是你彩妝品只是加分 但是你保養品是基本分數的 就是重要的東西 所以你在彩妝之前呢 如果沒有做到很好的保養的話 你並不會為自己加分喔 可能甚至會扣分 甚至扣到不及格 因為浮粉嘛 又脫皮 因為粉上去一定會比較乾 那其實今天我要跟各位 介紹的一個保養品呢 是在座各位很多領袖俱樂部 甚至很多初期素人挑戰衛接的 一個很重要的武器 那這邊介紹之前呢 其實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只是一個消費者 你只要聽聽看 你不用特別去記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就是好好用產品就好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經營者 你想要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武器 讓你越爬越高 越爬越高 你可能就要比人家多學習一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專業的經營者 那我先分享的這個是 年翠幻腹六部曲 在去年上市的 其實我自己個人呢 用到現在已經用了大概五組 年翠幻腹六部曲 因為我覺得 好的東西 用在臉上 很有感覺 夥伴會不會有感覺 會 那分享出去的時候 大家就會看到說 你的臉今天擦什麼東西 我今天就擦仿菜霜 就是仿菜霜而已 沒有其他東西 那其實年翠幻腹六部曲呢 它有達到一個效果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擦的保養品啊 是不是都是anti-aging 它就是抗老化的東西 但是在座有人敢肯定的告訴我說 就像我擦了這個某某家的保養品 或是什麼保養品 永遠都不會老嗎 應該沒辦法嘛 所以我剛開始都會問我的會員 這個問題 那我就告訴他說 現在愛多美出的六部曲 它做到的是the agent the agent就是刪除老化的意思 在你還沒開始保養的時候 就讓你先緩慢的停止老化了 那你覺得效果會不會好 會 那我們聽聽看它裡面的成分是什麼東西 那它裡面運用到一個技術呢 是Dominion的一個休眠技術 那休眠技術這個部分呢 其實很多人會沒有概念 那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小時候有沒有上過生物課 有沒有種過紅豆綠豆 有嘛對不對 應該都有 那我小時候也種過紅豆綠豆 可是我今天要種的時候 我會因為今天種才買紅豆綠豆回家嗎 不會嘛 應該家裡就原本就有 那其實這個植物裡面有特別一個因子 它會幫助植物休眠 所以我在家裡的紅豆綠豆 可能放了三個月 甚至是一年 我還有辦法種起來 為什麼 因為它有個叫做休眠的因子 那我們把它萃取出來了 所以利用這個東西 讓我們擦上去之後 皮膚暫時停止老化了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很不一樣 就是你 對 第二個部分呢 是我們最近常常在推崇的 就是EGF 那EGF其實是 應該說中文名稱叫做 表皮生長因子 這個東西呢 其實運用在我們很多 皮膚科學裡面有運用到 那這一次是 愛多美大量添加EGF 進去保養品裡面的一個 我覺得創舉 那其實EGF有很多種類 像有些是動物性萃取出來的EGF 那它可能是利用動物的胎盤素 萃取出來的 但是胎盤素的話 萃取出來的安全性跟穩定性 並不會那麼高 所以我們是利用植物中萃取 那董事長有講到這個部分 是它運用的是 醫療疫苗級的EGF 所以是完全穩定跟安全 那第三個成分的是 優勝美帝萃取物 這個地方可能很不熟悉 就我自己聽到 我也覺得很納悶 這是什麼東西 那其實我就去Google了一下 優勝美帝這個地方 它其實在 就是美國的一個國家公園 它叫做優勝美帝國家公園 那其實它發現了裡面很多植物 可以生長幾百年以上 它找出了一個植物叫做水山樹 它去萃取出裡面的有效成分 高度抗氧化的物質 添加在我們每一罐的六部曲裡面 所以你插的時候 剛剛是不是 董命幫你延緩了 EGF幫你修護了 這個優勝美帝萃取物幫你做什麼 抗老化 抗氧化的部分 那再來最後一個部分 是我覺得很特別 我沒聽過 我看到的時候 覺得什麼怪怪的 魯冰花蛋白質 大家有聽過魯冰花 這首歌嗎對不對 可是我沒有聽過魯冰花蛋白質 我只聽過像膠原蛋白玻尿酸 可是魯冰花蛋白質呢 我去研究了一下 我發現說 它可以促進皮膚 現在大家把右手食指舉起來 摸摸看 戳戳看自己的臉 應該覺得很水嫩對不對 軍風中心長覺得很水嫩嗎 這個部分呢其實 這個東西呢 它是維繫到 魯冰花蛋白質呢 它是幫助表皮跟真皮的 中間有個成分叫做DEJ的 穩定性提高跟合成 所以在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第一個禮拜 最大效果是什麼 臉變小 那時候我用第一次的時候 我告訴我夥伴說 我要第一個用到 所以誰訂到都要先給我用 因為我要知道說感覺差在哪裡 那我發現說 那時候用嘛 然後壓力又很大 一直吃一直吃 可是怎麼一個禮拜之後 臉變小 結果就告訴我夥伴說 這個保養品還不錯 是在這邊 但是他們說 你是不是有減肥 我說沒有減肥 因為它就是這個DEJ成分 會幫助你的臉部緊視度提升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怎麼越用臉變越小 然後越用 好像 這個眼袋掉下來之後 往上拉上去的感覺 好像後面有人在拉你 可是並不是 那其實它運用到 兩大的一個特別的技術 那原本的四大技術 我相信大家應該記得 那我就不太多贅述了 兩大技術的話 第一個是我剛剛提到 前面的原料技術 它是高純度高含量的 比較稀有的原料 第二個部分是傳送技術 傳送技術這邊 我特別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我有跟我會員在做 我夥伴在做聊天 在聊這個東西 要怎麼去形容 第一個想法 大家聽過標靶藥物嗎 有嗎 有些人有些人沒有 沒關係我們有兩個 還有辦法讓你理解第二次 第一次是標靶藥物 標靶藥物我們運用的科技是什麼 標靶藥物直接投射進去之後 會直達我們的癌細胞 對不對 這個概念 那等於說我們的保養品 會直接進入到你需要的地方 譬如說你需要美白 你需要抗皺 你需要補水 它會直接給你 給予你需要的東西 這叫傳送技術 第二個部分呢 會不會說前面覺得 古薩薩沒關係 它就像是郵差把包裹 準確的送到你的郵寄地址 這種概念 所以其實在運用的過程中 是不是很精準的插上去 讓你直接吸收到你需要的地方 這我覺得我看完之後呢 我就倒抽了一口氣 我覺得這個保養品 我覺得可以賣六萬八 你們在笑的意思是 好像覺得可以更貴對不對 那時候後來我聽到董事長的那個 就是影片啊 我看到差點沒有傻眼 我就說 他說呢這個保養品 在外面價值是超過十二萬元 我聽的時候我覺得 哇 雞皮疙瘩都涼起來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可以很快就再上品了 因為這個很棒的保養品 又可以分享 你又有PV賺幹嘛不要 那這邊前面的東西呢 都用到的時候 聽完之後 會不會覺得有點想要試試看 但是台灣呢 有百分之九十的女性 或者是男性 都告訴我說 因為想我是敏感性膚質 很多人聽到這個嘛 那我都會告訴他說 不用擔心 這個有那個德國DermaTest的認證 它是做到低刺激的認證 那刺激低到多低呢 它是連三歲小朋友都可以做的 都可以使用的 那你覺得你可以用嗎 我就會問他這句話 他可能說 可以 或者是不行 看他自己要不要試 第二個部分他有得到 大韓民國皮膚科學研究所的 無刺激的認證 所以這是一個完全安全性的保養品 但是剛剛講的那麼多 都是添加成分 那最多最多成分的是什麼 綠茶精華水 在我們的保養品裡面 它做到的就是嫩白 保濕補水 坊間有一個品牌 在百貨公司很有名 兩個字的 大家自己去思考 它光用一個綠茶的成分 就賣的一組可以賣到 兩萬塊台幣以上 那大家去Google一下 就知道是什麼品牌了 但是我們的綠茶成分是幹嘛 當作基底用的 所以這個保養做好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以真面目示人 但是記得還是要防曬 所以再來保養品很重要 但是前面也有講到 彩妝做得好 但是你保養得好沒有用 但是保養做得好 你清潔不好也沒有用 所以我在分享的是清潔四件組 我自己個人在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非常非常的大量使用 因為第一個我在保養品 在使用之前呢 如果我沒有把皮膚清潔乾淨 我有沒有辦法讓保養品 滲透到皮膚真皮層 甚至皮下組織 沒辦法 那所以第一個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都先用卸妝水 但是四件組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空氣是不是很髒 那在座是不是都想要美美的去見人 想要美美的去簽單 因為臉上會一定有彩妝嘛 藉由卸妝水的清潔力吧 我們表面髒污跟彩妝先帶離開來皮膚 你再利用卸妝乳做按摩 是不是會更快 是不是不會把髒污 反覆搓揉到皮膚的毛孔裡面去 所以卸妝乳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達到它的效果了 深層卸妝 它裡面有銀杏液跟人參精華 但你卸妝的過程中呢 皮膚會覺得 痠痠很水嫩的感覺 那越搓是不是變成水水的感覺 這時候你就可以把它 用我們的愛多美缺貨已久的衛生紙 把它擦掉 但記得這個部分一定要把它折好 如果你沒有折好的時候 你在皺褶的地方會刮傷皮膚 造成一些皮膚的傷害 因為這個時候皮膚是最脆弱的 那再用洗面乳去做清潔 洗面乳一定要記得把它的泡泡搓到很多 那我都會跟我會員說 你把它搓到剩一顆乒乓球大小在手上 再往臉上輕輕塗抹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時候會把它的裡面 β不去糖釋放出來 釋放出來的時候你再按摩 就可以利用這個泡泡清潔你的毛孔 跟我們的臉上的油脂把它帶離 那最後第三個部分是利用的去角質 去角質記得就是要在皮膚乾 手乾跟環境乾的情況下做使用 那去角質的話我都會問他一句話 我說你有沒有聞到酒精的味道 在用的過程中有聞到嗎 有嘛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含有葡萄柚萃取物 那這個萃取物呢 因為韓國的發酵技術的關係 水果發酵過後產生酒精 天然的酒精 所以在裡面不用擔心 它不是添加的人工酒精 也不是要用酒精 所以不需要擔心這個部分 然後搓出來的東西 它是角質層跟柳酥皮萃取物做混合的 並不會看到你很多很多角質在那邊 那是我們當作戒指用的 所以這地方大家不用擔心說 好像臉很髒啊 不會 這是很乾淨的象徵 才會有搓得出來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面膜 就是剛剛手的保養品用完之後呢 我們利用玻璃式面膜幫我們做 整個敷進去之後 讓它保養品吃到皮膚裡面去 所以你敷完之後覺得皮膚緊緻 毛孔變小 皮膚變水嫩 所以前面這些步驟一定要這樣做到 你就會有很好的皮膚 那皮膚那些東西都講完了 最重要的是體內的環保 那其實最近上市的一個食品 就剛剛有講過陽際嘛 那在之前有上過一個鳳梨酵素 其實我最近詢問我的營養師朋友 說鳳梨酵素跟益生菌的差異性在哪邊 相信大家可能很多都會覺得 好像有點疑問想要知道 益生菌呢其實不用多說 人體需要的菌種都在裡面 有12種菌以上 那其實裡面有30億隻以上的活菌 你在吃下去的過程中 它會藉由水跟裹裹糖 讓你的益生菌梳醒之後 有食物可以吃 再充分地從我們的口腔 食道甚至到所有的地方 最後末端到肛門 你都有益生菌的保護 但是益生菌跟酵素不一樣的地方在哪邊呢 其實我剛剛自己在後台想了一下啊 益生菌就像是我們每天 每個人都需要的白飯一樣重要 為什麼 因為益生菌它不會天然自己合成 我們只能吃下去做補充 那我們也不會自己 無緣無故就說 我吃飽了 我每吃東西都吃飽了 因為有白飯 澱粉類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東西就是基礎 那酵素呢 就是有點像鹽巴的概念 調味 你不夠的幫你做調一點 今天想要吃淡一點 那就不要吃 那主要是在哪邊不一樣 有些人我們的身體裡面會含有一些素便 就是常常到有些素便 它可能有便秘的問題 你就可以藉由酵素 它裡面的一些六種酵素跟三種輔酶 幫你的素便代除 跟有一些便秘的問題 那其實我之前詢問過的營養師 鳳梨酵素有另外一個功能 它就是有高度的抗發炎效果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 大家是不是都吃植物油居多 植物油裡面的Omega-6 其實含量比較高 它會造成身體的發炎反應變高 所以你藉由就是素食者的話 藉由鳳梨酵素可以幫助你的發炎反力降低 但是鳳梨酵素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提醒 要跟各位說 因為它裡面添加了膳食纖維 一天的話建議不要過量 過量的話可能會有腹瀉的情況發生 因為膳食纖維的話 人體比較不好消化 那這個東西的話 我有詢問過我的營養師朋友 他說其實你每餐一包其實就OK了 不用再一天大概三包左右就可以了 不用太過多 可是合生寫應該寫作一包 所以個人看自己的習慣去吃 那其實益生菌呢 有些人會說那我便秘 我吃酵素就可以 其實不是的 便秘其實情況是因為腸內道的好菌太少 壞菌太多 那壞菌太多會吸收腸溫道的水分 那會產生一些就是比較不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吃益生菌 把壞菌排出 再利用鳳梨酵素幫助體內助環保 是不是很棒 所以我自己個人的用法 是一天吃大概四包的益生菌 因為我詢問過醫生 他一天建議用量是100億支左右 所以我就早上兩包晚上兩包 那中午假設有跟夥伴聚餐吃烤肉啊 吃什麼麵啊 我就再多加一包或兩包的鳳梨酵素去做搭配 那各位也可以這樣吃吃看 然後第三個產品是我想要分享的是魚油 那其實魚油呢在愛多美裡面的魚油 其實算是坊間裡面比較起來 價格比較便宜 然後品質比較優良的魚油 那其實在台灣對於魚油這個 這支產品的觀念啊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大家都有在吃 那很多人會說 我吃那個澳洲來的深海魚油 很多我聽到媽媽都這樣講 其實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我本身是大學讀的是 漁業生產魚管理 就是其實生物有一種東西 有一種名詞 有個名詞叫做生物累積 它就是從小魚慢慢累積到最大的地方 小魚會被大魚吃掉嘛 大魚被人吃掉嘛 所以我們人是重金屬最多的地方 那你吃了大魚的萃取出來 深海大魚的魚油 它是不是會幫助你體內累積一些 比較不好的東西 這個是思考一下嘛 對 那魚油主要我們吃的是Omega-3 Omega-3是EPA跟DHA合成起來的 那其實Omega-3這個東西呢 剛剛前面有講到 Omega-6是不是會造成體內發炎 因為我們都吃植物油 所以Omega-3是來平衡Omega-6的作用 它減少體內發炎反應 那其實發炎反應剛剛有講到 我剛剛沒講到 就是腸內道發炎反應比較強 所以益生菌也有很大的效果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環節一個環節 補充起來就很需要 那其實魚油我自己的用法呢 我是一天吃大概六顆左右 因為第一個 看我就是沒有很瘦嘛 我希望都體內可以環保 但是把我不好油脂代謝掉 所以魚油我吃的量比較多一些些 那魚油通常吃的時候 我會搭配葉黃素 一起吃 因為現在每個人每天都是紙上經濟嘛 就是手機嘛 對不對 在座沒有手機的應該 比較沒有那麼多吧 應該在座連 像我連我弟的小孩都會玩手機 三歲 他說大伯我教你玩 很可愛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葉黃素對於每個人的 都是必須的 那其實葉黃素存在於我們眼中裡面 有 但是我們要吃很大量很大量的食物 才有辦法去從食物中萃取出來 吸成我們體內需要的葉黃素 那其實葉黃素裡面 它主要添加成分是葉黃素跟花金素 還有一些琉璃具油 維他命E等好的東西 還有絕名子跟蒼 跟那個枸杞 對 我忘記了 絕名子跟枸杞 它其實就是針對眼睛非常的好的 那其實很多人就是像 在座女性可能很多人有一些 對於驚奇上面的問題 其實琉璃具油對於那些很有幫助 因為有一天我就想說去藥局 就是去偷學一下東西 我就問她說 請問什麼是月見草油 她說月見草油是針對女性更年期 不是更年期 就是女性的MC來的時候 有一些不舒服的時候你可以吃 那我說那琉璃具油呢 她說這個更厲害 這個是它的升級版 所以大家知道了嗎 天價在裡面去 很多人吃完的時候 對於MC來的時候比較不會不舒服 那其實葉黃素的用量 其實我自己個人呢 我就是跟魚油搭配 六顆魚油兩顆葉黃素這樣做搭配 在飯後做使用 因為它是脂溶性的 所以你在你有吃東西的時候 有一些油脂 它會跟著一起消化 比較容易促進它的吸收 那我建議各位不要過量 因為這個時候是我覺得我必須 但是沒有 有些人並不必須嘛 他可能在家裡 只能偶偶看看電視 其他時間都在睡覺休息 就不用思緒那麼多了 因為有一天我就問營養師一句話 我就說 那艾多美那麼多產品 Hemoline 益生菌 葉黃素 魚油 酵素 然後什麼東西 我到底要吃哪一種 我哪一時候吃才會對啊 他其實回覆我一句話 他說 你的健康是無價的 你沒辦法用金錢去衡量 那後來我就說 欸這不是就是像我們平常吃蔬菜一樣 我們不會只有吃一種菜嗎 可能會吃五六種菜跟蔬果 他說對沒有錯 就是均衡的飲食 那其實這個部分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是上面這些是我吃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我要分享的是 我覺得最重要 比白飯還重要的東西 它叫做黑毛蜜 那其實當時我聽到黑毛蜜的時候呢 我就一直我的夥伴很可愛 他就說這叫黑貓咪 黑貓咪 所以我就覺得欸還不錯 就是對於老年人有一個記憶點 黑貓咪 黑貓咪 他記住了 所以我平常在分享的時候 比較不會講蜂蜜飲 因為很多人會說 那吃起來很甜嗎 吃起來是蜂蜜的味道嗎 早上才喝過蜂蜜水耶 其實不是的 因為它的翻譯的關係 它裡面有添加了 當歸 川雄跟白燒 還有經過蜂蜜去做調和 讓你比較順口 好入口 所以你在吃的過程中 比較不會像一般的水 就是那種熬出來的水 那種水藥的感覺 那它又經過韓國的高科技的技術 研發出來了 所以它把裡面的那些不好物質 都去掉了 所以因此在美國有做販售 那美國做販售的話 需要得到一個FDA認證 那裡面檢測的內容是 毒性 重金屬跟農藥 全部都是沒有測到的 所以我們在吃的過程中 比較不需要擔心這個東西 因為成分核勝上都看得到 然後這個的話 其實很多人會說 那它到底有什麼效果啊 效果其實非常多 可是它的食品進口 所以大家不要多說 所以你可以去搜尋一下 像美國的國家圖書館 你打黑毛蜜 它就會出現一些論文的部分 那其實我自己個人在吃的感覺 最大的地方是 像今天來成功學院 就是剛剛主持人有講到嘛 這是第一次台灣成功學院這麼多人 好也是我第一次在這麼多人面前講話 所以我非常的緊張 然後我就想說 那今天早上吃兩包好了 然後剛剛到後台想說 那再吃兩包好了 那剛剛上台之前想說 好像前面還有好久喔 再吃個一包 那它會不會有問題 其實比較不會的 其實不用擔心 那我記得之前 吳怡婷營養師有講過 他說人在緊張的時候啊 免疫系統會急速的下降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免疫系統很低 所以我剛剛吃了五包 所以應該夠吧 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謝謝 所以這支產品呢 其實我本身我自己的媽媽在吃 她今天剛好沒有到現場 她那時候剛好面臨的是她在做 就是年紀比較大嘛 轉換時期 所以其實很多很多的問題在身上發生 那她當時的一個觀念呢 她就是她觀念非常的好喔 各位可以學她 她就說 反正我吃兩包也是這樣子 那我倒播了一天吃六包 她就一天吃六包 吃了一個月 那我發現說她原本是 就是比較容易怕冷 連夏天都不能開冷氣的 她跟我說 就想你今天有開冷氣嗎 好像有點熱 可是連我都覺得說 那天好像不會很熱 但反而她的血循環變得比較好 然後她的免疫系統變得很好 那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媽的作息狀況 早餐呢 她需要早上五點起來 幫我爸做早餐 到九點去店裡面做美髮 做到晚上九點回到家裡面去 可能要整理一下東西 大概十點睡 隔天早上五點起床 像週額復始 我媽之前在我還沒接觸到 愛多美的時候 還沒接觸到美髮的時候 她一個一年只修初一 所以大家知道說 她工時非常的長了 那在座很多人都是 對於要拼經濟嘛 沒辦法 可能一個人煎兩份菜三份菜 那沒關係 健康無價 你就是試著吃吃看這個東西 它其實對你的身體的營養 跟免疫系統有非常好的幫助 跟體力 所以其實我本身在要了解 看了很多書籍 然後也聽過很多課程 那我現在家裡的成員 是我爸爸媽媽爺爺奶奶都在吃黑毛蜜 所以其實它非常安全的一個食品 那只是因為台灣的觀念來講 黑毛蜜他不認識 他只認識生類的東西 所以其實解釋給他聽之後 他就會覺得放心了可以安心的吃 所以黑毛蜜其實對於我們家來講 算是每天必須的東西 那各位可以試試看去增加他的量 或是減少他的量 你看他的身體會不會有出現不一樣的反應 我發現其實一陣子忘記吃它 也不會特別有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它畢竟是食品不是藥物 那這邊黑毛蜜都分享到這邊 那再來就是講了一個是 綜合穀物飲 其實我自己個人在食用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當時把它定位在體重管理 可是還是很胖 可是就是 因為它裡面的營養成分很好 然後又有蔬菜水果 又是大豆分離蛋白 然後又是有機黃豆 今天加拿大的會員在這邊 加拿大的有機黃豆 所以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在這邊 因為一般以往的年輕人 甚至老年人來講的話 都會比較傾向於補充 現在補充植物性蛋白 但是很多老年人補充植物性蛋白 是喝一個鐵罐裝的 它叫做什麼素的東西 這個東西它其實是動物性蛋白 我覺得說這個東西 其實我有比較過價格來講 跟營養成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綜合穀物飲裡面的優勢 略勝一籌 因為我自己分享給我的會員 在食用的過程中 他是剛手術過後 他的身體比較虛弱一些 他需要恢復力比較強 所以他就吃這個穀物飲 那他發現了吃了穀物飲之後 他的恢復力變很好了 醫生會問他說 你到底吃什麼營養成分 讓你身體變這麼好 就是綜合穀物飲 那其實裡面有一些酵素 裡面有益生菌 不是酵素說錯 益生菌 所以你在沖泡的過程中 我建議不要用熱水去沖泡 就用你覺得喝起來 是可以順口下去的水 沖泡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運用豆漿 豆漿就好 因為牛奶是動物性蛋白 豆漿也可以 那我自己個人在減重的過程中 雖然說現在也是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試試看 可以利用無糖豆漿去做沖泡 那其實真的飽足感會有 但是我建議再攝取一些其他的營養物 因為這個的卡路里太低了 它不會達到你的基礎代謝率 所以要攝取一些 比如說蔬菜跟水果 但是記得水果要挑過吃 因為水果的話 它就是糖分很高 那其實剛剛公司有跟我提到 就是果乾 就是果乾在下禮拜會重新再上市 就是剛剛出來 他其實要趕快講 我現在趕快講我怕忘記 那其實產品這麼多到現在 其實我不管什麼產品 像這邊在看得到的所有東西 基本上我都有用過 就連衛生棉我也拿來試過 可是不是電啊 我就把它拿來就是加一些水啊 我想要知道說 它吸水過後的感覺是怎麼樣 重量是怎麼樣 那我真的有夥伴今天在現場 他有真的男生 他把他弄濕自己來電 因為他想要知道說 女生那麼辛苦每個月MC來 那電那個舒不舒服 他發現說一整天下來是不會不舒服的 所以其實這邊所有產品呢 剛剛我們提到一個重點 上市的時候第一個就是買來使用看看 因為我想要知道說這個是對我有沒有幫助的 像今天陽季剛上市 我在遊覽車上面訂了三盒 他說那吃吃看有什麼感覺 我媽還跟我說 俊翔你訂了一盒給我吃吃看 我說你吃了那麼多營養食品還要吃這個 所以我媽也是很有實驗精神的一個人 那其實我最近在使用的一個東西 我覺得很有說服力 就像大家有聽過 大家有聽過316鋼材的鋼鍋嗎 那我今年30歲 我現在又那麼忙碌的在工作 那大家有覺得我說我會煮東西嗎 我會煮 我會煮啦 其實我之前前一陣子我在中心運用這個鍋子 去煮一些料理 那我發現第一個部分 它的導熱性非常強 強到就是你要洗鍋子的時候 你要小心把手會很燙 因為它是316不鏽鋼材 這個是等級最高的手速到鋼材 那其實我們在運用的過程中 第一個它的蓄熱力很強 耐熱力很強 抗腐蝕 那你在運用的時候 有些人會說 那好的鍋子來煎蛋就知道 我那天就真的去煎蛋了 煎蛋的時候發現說 真的不會沾 那各位可能很多疑問 那我擷取我自己的想法跟經驗 跟各位分享 你先用中火去把它加熱 加熱到鍋底全部冒煙了之後 你把一點水滴下去 它會產生荷葉的 荷葉在水滴上面滴滾的感覺 那再把水滴移除 加一點點油 讓油冒煙 一點點煙出來 產生油紋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下去 它絕對不會沾 那時候我想說 那夥伴你幫我錄影看看 我不想騙人 他就幫我錄 我都煎了蔥花蛋 那弄下去之後 我真的沒有沾 那我就在想說 那就再隨便亂吐一下看看會不會沾 也不會 後來最後我怎麼把它清除 我用面紙 衛生紙去擦 擦拭它的鍋體 完全沒有任何這種沾黏 所以各位可以試試看 那我那天又用到了 就是316的補鏽鋼鍋的 這個5.5最大的鍋子 就是湯鍋 那其實我那天在煮的湯 是蔬菜居多的湯 那其實它的燜燒效果非常的好 你只要在它一定的熱度下去的時候 它基本上就停在那個溫度 不會再上下了 那最後我發現是 喝到最後一口湯啊 我在摸它的鍋圓啊 還是熱的 這個是很厲害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推薦 然後這個鍋子啊 我稍微拿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接合處 它其實接合處的話 會有一點小孔隙 不是它做不好喔 不是喔 因為它可以因應就是 金屬的熱脹冷縮的效應 假設你東西你燒的時候 它熱膨脹的時候 它如果黏得很緊密 會不會因為膨脹 而把它擠斷掉 會喔 所以你要自己注意一下 然後它裡面啊 做的真的很像精品 剛開始我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不想要煮它 我想要拿來展示 因為很漂亮 但它真的非常好用 那記得開鍋的時候 它有顯示 它裡面有一張 就是注意事項 你要記得去做 那下一個跟各位分享的時候 其實我昨天在整理我的講稿的時候 我其實有看一下陽記的一些小簡介 那其實之前我們會看到陽記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好像是針對就是 需要這個東西的人去吃 那因為我本身有在吃黑木屁嘛 我覺得煤氣好像還好 可是陽記其實是針對我們的 那是我看到 就是針對我們的像 有些長期會飲酒的人啊 或者是棉性的 比較不好的人其實會吃 然後它裡面也有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你的身體 做一個很好的代謝的功能 那其實剛剛就是後面的時候 我有看到了一下 它膠囊 因為我特別去研究它的膠囊 因為我本身我有一些 就是穆斯林的會員 它是不能有動物豬皮的成分 那其實它是植物膠囊 所以這個我就可以很好推薦 因為這個其實公司幫我們做到 一個很好的法官 全部植物性的 那其實吃起來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因為它就是膠囊嘛 吞下去就好了 所以不用擔心 那我之前接觸的其實是 就是我一直以為它是 陽記跟朝鮮其實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剛剛看了 聽了那個董事長介紹 總經理介紹之後 發現其實是只是解釋不一樣 其實都一樣 那所以就是今天先吃吃看 之後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那其實這片東西呢 就剛剛講的 大部分都使用過嘛 其實我覺得 今天各位來的原因就是 要學習對不對 那如果你學習之後 不去運用的話 那你今天是不是就白來了 對 那你如果說 你來了之後 你確定要經營的 你又不去做 那你覺得你是怎麼樣的人 所以其實我跟各位夥伴 我在跟我自己的夥伴 在分享的時候我就說 你學完之後你就要去運用 不是學了之後 放在你腦袋裡面不用 這個是我最大的感觸 因為我希望 今天藉由我的所有的分享 讓各位可以真的知道 愛多美的產品 是多麼高品質 多麼低價格 然後真的是多麼厲害的一個東西 你可以在愛多美裡面 真的翻轉你的人生 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就是 讓自己自己為自己驕傲 謝謝各位